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贝 你回来了 吃饭 怎么了 心情不好 陈佳佳 你是不是花了一万块给我建上两百块的项目 还是演丫鬟脆花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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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你听我说啊 别让小看这个丫鬟 你更不要小看这个脆花 很多大明星都是靠这个起来的 好啊 你现在是嫌弃我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不是 宝贝 我不是这个 任凯 我是说 你不是喜欢拍戏吗 我就介绍拍戏的工作给你啊 你不要整天都在家里 这样会离梦想越来越远的 我这个是关心你才听你说的 你又来了 陈佳佳 你每天都说为我好 为我着想 你天天就跟我妈一样 我现在就要跟你分手 喂 喂 你不是说我是赵哥书上的确实在做 跟你爸一样 你怎么又像你妈呢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奇怪 这次他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啊 我一面也惹到他 我已经像书上面说的 是个百分之百的巨蟹做的 而且还似乎我跟双鱼是最契合的 难道是七年之咬 不对啊 我们才六年 而且我刚洗过澡 有什么好咬 小哥 小哥 你在干嘛 没干嘛 哎呀 真有你的 吵架离家出走的我见多了 像你这样 离家出走什么都不带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都怪陈佳佳把你灌坏了 谁要他灌啊 平常都是我在原谅他 而且我们早这里就分手了 你原谅他 没有大明星的演技 你架子倒是摆得比谁都高 哪一次不是人家陈佳佳把你哄好的 胡说 我哪有啊 你因为早上没有喝到热豆浆发脾气 陈佳佳每天都第一个到 谁都知道他就是为了给你买豆浆 我早就不这样乱发脾气了 早就不乱发脾气了 有一次你高跟鞋坏了 赖人家陈佳佳买得不好 你让陈佳佳请假 背你回家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那个都好早以前的事情了 小月你知道吗 巨蟹座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那么憧憬呢 你还信星座啊 陈佳佳还不够好吗 你不要总幻想那些 不切实际的浪漫生活 什么王子啊公主啊 怎样演戏演多了 演傻了是不是 我早就不那么傻了 而且现在我就对他没有感觉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喂小王怎么了 什么 小何 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 宿醉就不要说那么沉重话题了大哥 明明走进过敏海去学别人买醉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小何 如果你想要分手 你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更会照顾你 比我更爱你 比我更体贴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事实都让着你的人 我不相信爱情存在的势均力敌 你一定要找一个他爱你更多更多的人 陈佳佳 我知道你不想分手 你要怎么样才肯承认我们不合适的事实呢 也许从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个错误 这六年来简直就是个失败 小何 你也太无情了吧 就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走在了一起 结果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印证我们是不合适的 或许我们俩一开始没有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选择 王小何 你就这么想和我分手吗 我知道 这六年来你习惯了两个人一起生活 但是我相信你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心都出个骗人 小何乖 不要再哭了 冷静 好 好 有惊心 很开心 最后都可以做任务 穆 有不